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公園打地铺睡觉 15度低温来袭 抗议天王柯四海不冷吗 一切话说从头 去年7月 苹果新闻网 装访柯四海 当时他虽受 帕金身世症困扰15年 但声音洪亮 步伐稳健 走在台北街头气魄依旧 没想到本月19日 我们再见到他 他的状况却大不如前 19日当天受访时 柯四海却告诉我们 他很好不用担心 这一年当中你都在干嘛 养病啊 养病 在哪里养 才要才要你的海盃 你也有你的身上 多久你是不是很久没打过他去 大概 三个月 因为想小孩吗 很想啊 我的身体状况 还没有改善事情 所以不愿意看他了 柯四海自称在内湖独居一切治理 但记者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 联系与柯四海分居的妻子临时家 他却这么说 他说他不那么批判 那就更好笑了 那个有没有那离婚 这个就是被遇在的 就是我现在这个 但是他身体不好 他也脱身心上在那边走下 你不要那么他等物业好不好 然后把他前面走了 知道他那么晚了 知道他听过他转天 他那时候就住在大马路上 他就睡在前面车上的马路上 已经已经病成这样的人 他就去大马路上 为了查证临时家所言是否属实 我们决定跟着柯四海脚步查个清楚 好 好 我們現在在陽明山 山上的前山公園 那目前這邊有風有雨 溫度在持續下降當中 目前8點42分 現在設施溫度是15度 直到晚間11點 公園已無人焉 記者上前查看 發現許多濕人物品 疑似就是柯四海的家當 看在旁邊管理室 發現他的身影 15度低溫中 柯四海洗地而睡 棉被也也蓋上 抗議天王難道真過著 如棋子所說的遊民生活嗎 記者持續守候 20日柯四海5點前就起床 到公園的公共浴室出洗泡湯後 記者拿起雨傘冒著大雨 走了400公尺山路前往這個地方 一小時後 他拿著報紙禮太超倉 卻在走回公園途中 突然腳步不穩 往前暴衝 林斯嘉最擔心的狀況果然發生 他第一次在這裏面是走不走 所以他就是 馬上就跌倒 一直在跌倒啊 他那時候跑不起來 因為他都就是那段跌跌感 可是他的氣質 他這一邊跑那邊全部都走不走 還好柯四海這次跌倒沒有受傷 平安無事走回公園 公園附近一名男子告訴記者 柯四海在這 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知道柯四海是誰 但沒問過他的家庭背景 林斯嘉哲痛罵要小呼負責 我只是說 你們能夠透過兩萬種柯寶珠 柯寶珠知道說 柯寨家的情況真的很嚴重 拜託不要對他不起來還挺好 如果柯寶珠看到柯寨家的情況拜託 他留下一個大股寶珠 好可憐啊 蛤 真的嗎 是喔 你 蛤 真的嗎 真的嗎 是喔 你不知道你聽他哥說你的 由於天氣寒冷 風雨也大 記者擔心柯寨海狀況 但在迴山上他也不見蹤影 只有個人物品留在這裡 直到24日我們電話聯繫上他 在那一天 風雨在上 裡面有可能就那裡 那希望是 永遠會注意血液清潰 內湖啊 小魚越南 以後我都沒有上去 我們老婆跟 全部都安在一起 豆新聞台北報導